手遊倒掉的不稀奇 當然讓人爽到飛起來的不多 櫻花革命綻放了少女們 傳出停止雲映的消息後 台灣網友放鞭炮金素 歐葉子開斑林就收 老天有眼這就是報應啊 但遊戲公司到底是做了什麼壞事 怎麼會這麼多人看笑話 D Diliguswalker 這間就是領頂大名的FGO開發商 讓玩家非常火大的一間公司 現在很多手遊為了吸引更多用 登錄就送10點抽 通光再三自選SSR 免費資源存夠了 還可以拼保底把自己的本命輸出來 而FGO卻是鐵板銀塊 銀客的出獎機制讓玩家悲憤不已 但偏偏遊戲就是賺大錢 喝喝你們嘴巴縮體字身體倒是很真實 當初喊氣完的人變成繁殖標 遭受整個市場的取笑 仇恨的種子就此中獎 玩過熱情傳奇拳頭就會硬 劇情轉折生硬沒邏輯 人氣高的公主突然就離隊 不回歸 還被隊友各種算戰力 玩家超級生氣要製作人給個交代 他卻是各種閃躲沒解釋 而官方越冷處理網友就越通了 是不是畫師之間有輩分之差 或是高潛規則想服自己的 最後馬場的名聲已經傳到整個崩壞 玩家的任務到現在還未平起 3 新櫻花大戰 知名IP櫻花大戰的著作 原本是戰機隊突然改成動作項 遊玩體驗很糟糕 打擊不順暢視角又有卡 介面爆料 人色更崩 最爛的就是主線撫壁刷了 你以為是真公式櫻花的反派 脫下面具缺點卡都不是 我努力拼到後面意義何在 因為這部作品背負著老玩家的期待 品質沒到位讓人非常適 可是三大高手就連合體 要來做櫻花革命戰犯的少女們 我身為真意說明他還沒罵爆 有本事你就在台灣上市 立刻做一集影片泡到遊戲變回 結果他自己先倒了 呵呵 為什麼玩家會爽成這樣 因為這遊戲剛好是眾人對遊戲不滿的具體化 一個IP之所以能成功 除了開發團隊的努力 更重要的是玩家真金白銀的支持 但遊戲單上神壇後 這些位高群眾的製作人就不好猜巧 忘記自己服務玩家的粉分 硬要把個人的意識形態塞進遊戲 我要教育你不爽不要玩 滿分身做踐踏所有玩家的期待 網路上早就彌漫著一股怨恨 希望這些大咖可以被制裁 終於皇天復古新人 硬化革命要倒了啊 我好痛痛痛痛快啊 送送送送送起飛了 不過說真的革命仍未成功 同之上去努力 因為市面上還有許多fandgame 正版授權換皮重來 內人少更新慢重課金短營運 卻還是活得好好的 玩家越罵他越賺錢 期待櫻花革命能喚起玩家的決心 讓這類遊戲通通倒光光 臭豆腐 喔 喔他外表炸得很酥脆 然後一壓下去整個臭味散開 裡面又軟軟的 那口感非常夢幻 喔天啊 台式泡菜 喔這個酸 離那麼遠都聞得到 喔 整個酸到 眉頭都皺起來 可是就是因為這個刺激夠強烈 整個爽度也大大提升 舊級吃法 臭豆腐 跟泡在一起 喔 屁肌酸 自鎮臭 鷹河爽啊 複